大家好 我是小高 這一集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這個單元我主要是想要把一些在網路上看到或聽到的一些很奇怪的食譜或者是配方 在這邊做個實驗 讓我們知道它到底是美食還是黑暗料理 廢話不多說 來進行今天要做的實驗 今天要做的實驗是一種飲料 它叫做香菜 香菜 養樂多 聽到這名字是不是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我們來實驗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好喝呢 那我們來準備今天要用到的食材吧 那今天要用到的香菜 雪碧 養樂多 那我們就來把它們調和在一起吧 我們先把材料放在一邊 首先要準備一個杯子 第一步呢就把香菜放到杯子裡 然後再取出一個材子 把它稍微倒出汁來 好 像這樣就可以了喔 接著我們放一些冰塊 來 養樂多 來 最後是雪碧 來把魚糖拿走 去除菌 去除菌 取出黑小汁 然後再用吸管 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再泡了 來把魚糖拿去 來把魚糖拿去 然後再加水 然後再用吸管 稍微攪拌一下 再用吸管 10軍 看起來蠻漂亮的喔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他是不是真的好喝 還真的蠻不錯的耶 不錯喝耶 酸酸甜甜的 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建議可以泡一杯給他們喝喝看 那如果女朋友不喜歡吃香菜怎麼辦 來 我教你 換一個就好了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就是在調的時候不要讓他們看到香菜 等他們喝了之後呢 再告訴他們有加香菜 這樣也許他們就可以接受囉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做的實驗 再喝一口 還真的蠻好喝的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試試看 那至於喝了之後會不會拉肚子呢 等我之後 如果真的有拉肚子再告訴各位 那如果大家有 在網路上看一些比較奇怪的食譜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提供給我 我們可以來做個實驗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WrestleMania 變成非常的穩 一個字幕支持你 啦